大家好 台式新闻 我是陈佳怡 今天的五件大头条带您聚焦 在马娃台风来临前夕 宜兰南方澳的情人湾 已经掀起了四公尺的浪高 还惊传落海意外 上午八点多有一对网友 第一次相约见面来这里踏浪 结果两个人不慎被大浪卷入海中 男子自行脱困游上岸求救 但女子不见踪影 目前海巡和消防人员还在搜救中 波涛汹涌海面上 渔船跟着一回又一回的长浪左右摇晃 马娃台风来袭前夕冒险出海 因为传出有民众被大浪卷入海中 要帮忙卸巡 一波波浪花拍打上岸 台风外围环流威力不容小觑 宜兰南方澳情人湾掀起四公尺浪高 但早上八点多 有对网友跑来海边踏浪 突然一阵大浪袭来 双双被卷入海中 25岁男子脱困上岸求救 但18岁女子一度离岸约70公尺 经销抵达却已不见人影 刚才摸了之后 你也是有落海是不是 对 我在就被海推上来 他们那时候有说有冲上来 可是那个戴眼睛没看清楚 他有先上来 他只是来不及就 因为那时候海已经要过来 然后他又被拉走 流汪流队了 他算是流队了 他就流队了 流队了 这一个也拖他 浪的速度太快 实在无法及时救人 碍于风浪 锦销也无法出动救身体 只能利用空拍机 寻找女子身影 而其实这对网友 才第一次见面 网路认识的 是喔 他为什么想说今天要来看海 他说想要来做 台风前期踏浪却发生意外 气象主要针对基隆 北海岸南部东半部 寒蓝与绿岛发布长浪讯息 提醒民众亦有长浪发生 尤其整个东台湾 沿海可能出现3-5公尺的大浪 浪高还会持续增加 还请民众避免想往海边活动 以免发生意外 这一段重播的